男人在这个世界上 最亲的人是你的老婆 我说这句话大概会有很多男人反驳我 有些男人会说最亲的人不应该是父母吗 我告诉你 能对你不离不弃的只有你老婆 父母虽说亲 但是你只要去做到孝敬 去报答养育之恩就可以了 还有人会说呀 兄弟姐妹最亲 兄弟姐妹也会把自己的家庭放在守卑 首先考虑的是自己个儿的日子 还有人会说呀 儿女最亲 儿女虽亲 但长大之后都会各本东西 各有各的日子 只有你的老婆才是陪你走完这一生的人 也是你最值得尊敬和疼爱的人 所以不要辜负你的老婆 也不要去伤害他 你有没有发现啊 很多男人在年轻的时候不懂事 毫无底线的去伤害自己的老婆 不把老婆当回事 等到老了 孤苦伶伶无依无靠的时候 才想起老婆的好 你不觉得这个时候有点晚了 她的心呢 已经被你上头了 你记住 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人才是最亲近的人 而是在你最困难 全心全意对你不离不弃的人 才是你最亲的人 大概这一点 只有你的老婆才能做到 我希望啊 全天下所有的男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